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19日 星期二 今天是我們的直播日子 跟大家要跟進上海封城的亂象 中共 一直堅持動態清零 我們看到 其實現在在上海那兩個人 一個叫做李強市委書記 一個叫做 副總理孫春林 兩個其實也是被人放了上桌子 一個要下去 要下去做事吧 要下去怎麼做呢 明知這個Omicron是沒得搞的 傳染力很強 沒有辦法清零的 怎麼稱的 你可以稱細菌嗎 根本細菌就永遠存在 你說全世界那麼多年 細菌也是跟人類共存的 人類死了 細菌也沒有死 中共提出了一件事就是 蟑螂一定要全部消失 老鼠也沒有了 跟當年的老毛打麻將 其實也沒有分別 即使網友拿回以前50年代打麻將的 那些相片出來看 我們 看到現在兩個人 孫春蘭和李強 都不弱而同 把所有罪責 全部 射給黨中央 為什麼呢 因為上海的疫情 其實數字沒有跌過 每天都是兩萬多宗 很穩定的有兩萬多宗 每天都是 防疫政策 當然使民眾 已經是大陸炸窩 民怨沸騰 所以 上海市浦東新區委員會 在微信發布 告浦東新區全體居民書 一個 類似國情之文 強調 中國的黨中央 堅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科學政策 明確動態清明總方針不動搖 並要求市民遵守足不出戶 不要聚集的原則 所有的責任不關我們事的 你不要怪我 記住 是中央要求的 好了 這個 告浦東新區全體居民書聲稱 Omicron非常隱匿 非常狡猾 傳染性極強 留下一點冷逢 就會感染一大片人 如果放任傳播 將會帶來極其嚴重 無法挽回的災難性後果 只有第一時間發現感染者 第一時間集中隔離救治感染 以及密切接觸者 才能徹底阻斷病毒傳播 這個鏈條 文內指出 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之下 上海採取了全域靜態管理 全員核酸檢測 全面流調排查 全民清潔消殺的防控措施 嚴格防倒疫情 那麼究竟是怎樣 你們說了那麼多 說到這個疫症很重要 搞不定 那麼究竟是不是真的 全世界都搞得好 只有你們搞不定 是你們無能 還是你們高估了自己 還是你們高估了病毒呢 繼續說之前 記得支持露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演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計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輝贊助 後備頻道現在也不錯了 開始有 復甦即將 手指動了 現在好像是殖民營的手指動了 已經快醒了 大家繼續幫忙 繼續奠擊他 繼續心肺復甦 說回這個 當局現在向市民喊話 說浦東新區就封了二十幾天了 有些小區 封了過幾天 因為有些一早已經封了 其實 他說有些局部解封是沒有用的 因為局部解封是沒有用的 因為局部解封是沒有用的 你出不了這個區 你只是在樓下而已 就像坐牢一樣 你從水飯房出來大房 也是坐牢的 你出不了去的 以前水飯房每天都是一間房 你只能在你自己的家旁邊 好了 這個全體居民書跟當年的 台灣同胞書一樣 我們看到 現在的市政府 跟著李強的 政府也說 他要求 20號清零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上面 尤其是中央 黨中央 什麼都是黨中央 就是習近平 他要求動態清零 你們所受的苦 全部都是由中央造成的 不關我們事 同一番說話 也是孫春蘭也有說過 孫春蘭 也有說過 總之現在 我們也是要緊跟中央的意思 中央要求 黨中央要求 什麼都是黨中央 開口黨中央 埋口黨中央 總之 你們 全部人 有人餓死 有人沒有飯吃很久 有人失救致死 心臟病發 做不到核酸疑 沒辦法求醫 最後 有人要跳樓自殺 不關我的事 全部都是黨中央要求的 我是下來執行的 我也很慘的 我也很難受 面對現在的問題 每天都被人追擊 去到哪裏也有人抓住他 從這件事 孫春蘭也好 李強也好 他們當然在上海被人吵架了 所有民眾把這些責任全部都歸掉到他們頭上 當然 他們協調不力 尤其是那些物資運送 說真的 封城 大陸老百姓都已經被封了 個個都像牛馬一樣 任你魚肉 問題就是 你那些牛 你那些馬 你也要餵飼料 你當他們是畜生也好 你也要餵食 是不是 有什麼理由有些完全忘記了餵的 你的責任 是餵飽2500萬人口 是不是 所以 你們的責任一定會有的 現在他們 很明顯 大陸的責任 把這隻鑊拋給習近平 要習近平一個人揹掉 這個 我覺得是上面的權力鬥爭的結果 現在上面 其實真的鬥到七彩 很明顯 現在上海就搞不定了 所以宣佈要4月20日 一定要清明 其實 他們想怎樣呢 他們就是想4月20日 無論有沒有也好 我們表面上要求清零 做不到就不要緊 我們就會努力了 但是 你說了要清零 清不了 就在數字上做假 好像香港政府那樣就可以了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他們特意耽誤 因為上海 你沒有理由這麼老實 每天兩萬多你就報兩萬多 每天都兩萬多那麼穩定 你好像香港那樣 數字有回落嘛 我那時候也跟大家說過 我們已經預言了 數字 由五萬多 三萬多 萬多 跌破一萬 接著 七八千 六七千 五六千 四千 三千多 二千 千多 然後跌破一千 幾百 然後慢慢漏了 是不是 當然要時間啦 所以我覺得他有10天時間慢慢跌 每天跌一點 每天跌一點 跌到5月1日 25日的勞動節 沒問題了 沒事了 那天正式清零 因為現在訊息很亂 我們 就這樣見 現在上海市政府 很明顯就是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表面上 好像習近平說 我們會清零的 所有的問題 其實他們很聰明 所有的問題 全部在習近平身上 一切責任 盡歸 全部都要由他一力承擔 全部跟我們的 上海市委沒有關係 跟孫春蘭的副總理也沒有關係 不是我們防疫不力 是我們 緊跟中央意思 總之所有責任都是英明領袖習近平 一手造成的 好了 榮耀全部歸於主席 當然 當然 全部都是有主席啦 所以 這一次這兩人都很大膽 那麼究竟李強 為甚麼會有那麼大的膽量呢 是不是看穿習近平 已經是 沒有了到呢 是不是他已經投靠了這個江派呢 又或者他有一個更加好的選擇 是不是 這個真的不知道 因為 他已經是 一直我們看到 孫春蘭下去就加兇了他 現在 他明明 不關你的事嘛 你也被人架空了 你應該就出來攬習近平 但是他又不攬習近平 這個 當中十分之詭異 正常來說 他應該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孫春蘭 他下來了 他作主啊 我所有的事情都給他做了 我們上海市委有他指揮的 是他指揮失當 這樣 照計 以習家軍的頭碼來說 應該這樣做 但是他不單止沒有這樣做 他還跟孫春蘭一樣同一個鼻子出氣 反咬習近平一口 這個 真的有 值得令人 懷疑 現在那種權力鬥爭出現了甚麼變化 李強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這個 我們要下一節再說 再說